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郊区的一片草原 夏日里 这里碧绿无边 壮阔无比 巴雅尔从小就在这一带以游牧为生 这些天 他的心情有些郁闷 刚刚迁徙到新的草场 他的几匹马就跑丢了 一匹成年蒙古马 市场价格在两万元人民币左右 为了挽回损失 巴雅尔和他的堂弟 已经整整找了三天了 牛羊跟着水草走 牧人跟着牛羊走 这是传统放牧生活的写照 巴雅尔也不例外 为了照看好三十多匹马和五十多头牛 他每天要在草原上骑行八十多公里 根本无暇陪伴孩子 他渴望改变 却无能为力 因为中国客人的到来 让他的放牧生活发生了变化 朝鲁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科技工作者 他带来的设备 是依托中国北斗卫星而研发的 智慧放牧系统 此前已经在中国的内蒙古 新疆 青海等牧区 得到广泛使用 这套设备的核心之一 就是项圈 除了装有能够持续供电的 太阳能电池板 项圈还有一个圆柱体装置 里面装有信号发射和接收芯片 用卫星放牧 阿雅尔十分好奇 但更多的还是怀疑 这样的项圈 真的能解决他遇到的那些问题吗 果然 戴上项圈后 手机上就会出现牲畜的实时定位和行动轨迹 找牲畜的问题解决了 找牲畜的问题解决了 在巴雅尔家附近 有一个专门的牲畜饮水点 平时只要有牛过来喝水 巴雅尔就需要跑到水槽边 打开水龙头 为了解决来来回回开水龙头的问题 陶鲁和他的助手 开始安装智慧放牧系统的 另一个核心设备 牲畜进入摄像头下的饮水区域 系统就会自动提示有牲畜需要喝水 如果水槽里的水不够 就可以用手机操控水龙头 精准定位 远程操控 有了北斗卫星助力的巴雅尔 终于可以不用每天从天亮忙到天黑 只需要拿着手机 足不出户就能实现轻松放牧 如今 不仅是巴雅尔 随着蒙古国与中国的深入合作 这张中国名片走进了更多牧民家中 世世代代在草原上游牧的牧民们 在科技的助力下 就好像拥有了鹰的眼睛 阿布扎比 海面正中 这个庞然大物 就是一带一路上的又一张中国名片 亚洲最大的重型自航缴溪船天空号 这个夏天 他都驻守在这里忙碌作业 用了九个月时间 完成了两座岛屿山体景观的吹田工作 能看到远处的两个山包 这个就是我们在吹田道路的这两个景观山 有自行车旅游的步道区 有网球 一些娱乐等一种项目 也有沙滩 给当地的居民也是提供一个比较好的 这么一个休闲旅游这么一个出所 放眼望去 胡达里亚特岛已出险出行 要从无到有造起一座岛屿 绝非易事 这个长满铁齿的肩甲巨兽 角刀是天空号的核心部件之一 它可直达海底 捣碎最坚硬的力石 每小时它挖出的沙石可达6000立方米 相当于在一块标准足球场 挖出近一米的深坑 依靠海面上的管道 沙石最远可输送到15公里以外 自2019年投产后 天空号参与了众多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重要项目施工 从极热的阿联酋到极寒的俄罗斯远东无人区 天空号在一次次艰苦实战中 展现着大国重器的输俊能力 驾驭着这艘创造多项世界第一巨轮的 是一只平均年龄35岁以下的年轻人 正是这群踏浪者一次次奔赴星辰大海 在一项项一带一路重点工程中 创造了享誉世界的中国速度 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智慧之光 不只有大国重器 还有的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在距离乌干达鲁韦罗70公里的卡萨纳 网络达人达夫尼的助手正在为他录制短视频 他们使用的这款手机就来自中国 这款专门为非洲市场定制的手机 在非洲销量第一被称为非洲手机之王 中国的手机是更耐性的 他们有长期购买的系统 当你购买它 你可能会购买三天 不再购买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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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转发 转发 转发oup 比较不要多 manuscript I have gotten new friends from the internet, I have gotten business from the internet because I post work and get clients. Life has really changed. 数千年岁月的丝绸之路,更迭着数不清的货币,从最初的金、银、铜、铁、铸、铸造的货币, 到宋朝创造的纸币交子,货币形式的创新,推动着贸易的兴旺。 今天,大规模的跨境贸易,更需要货币结算更加通畅和便捷。 胡春妹,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区,经营了一家国际贸易商店,虽然生意兴隆,但是曾经也一度为各种不同的结算方式而苦恼。 因为货币比较多,有金格,有美金,还有鲁布,每当结算的时候会不方便。 2019年,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银联和银行合作,在霍尔果斯中哈国际合作中心,试点开展了银联卡POSE交易离岸人民币结算业务。 这不仅让消费者可以毫无顾虑地轻松购物,也为商家减轻了因结算带来的繁复冗杂的收款负担。 现在通过咱们用银联卡,确实很方便,让支付这块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尤其是最近通过思路跨境平台,把中亚五国的一些国家的货币全部都可以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百分之八十支持银联支付服务 科技改变了人们的支付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融资方式。 福建泉州,中国乌龙茶之乡。 在这里,新业银行正在利用卫星为茶农发放贷款。 那我们通过微星亚本技术呢,想解决的就是融资兰禁掉了的问题。 我们是把整个茶园呢,它的这个面积呢,我们就给它挂到微星网上面去。 每八天呢,我们就跑批整个种子数据,把它的这个数据资产,转换成我们的金融资产。 监控作物生长状况,评估茶叶产值,将茶园资产量化,以茶园数据作为抵押物。 让茶园快速便捷的贷款融资。 在服务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的金融机构不仅有科技创新,还有制度创新。 亚万高铁,中国高铁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整体走出国门的第一单。 这个闪亮在国际舞台的中国名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中国工程师们遇到过诸多困难。 在项梁架设的过程中,项梁运输,如果突然遇到这个大雨, 运量车司机视线的可视距离会变得非常的小。 这样的话,在行车的过程中,容易造成这个行车脱轨的风险。 针对这些可能的风险,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制定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保险计划。 其中包括建筑工程一切险,货物运输保险,人员意外伤害保险。 印尼这个地方,它往往会面临着暴雨和洪水的侵袭, 这样就会造成建筑工地的物质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人保会理定出来他们的经济损失, 也会尽快地安排赔款赔偿到位,以减少中国企业的经济压力。 2017年以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项目超过3800个, 累计风险责任金额超过人民币11.9万亿元。 从四大发明里的指南针,到太空里的北斗卫星, 从古老思路上的以物易物,到一带一路上的资金融通, 闪耀着中国智慧之光的新技术, 在一带一路的广阔天地中找到了无限应用场景。 而另一张闪耀着智慧之光的中国名片杂交水稻种植技术, 也同样在这片广阔天地中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开启了新世纪的思路之旅。 扎拉若罗,位于马达加斯加南部, 全球著名的攀岩圣地之一。 独特的山谷地形为水稻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这里至今仍保持着一种独特的耕作方式。 这些是牛牛奔跑的同时, 牛蹄翻动了土地, 在村民和牛的稀耍中完成了土地的翻耕。 然而,大片的耕地, 辛苦的劳作, 却依然不能让当地人远离饥饿的煎熬。 他们也有医疾相关于水稻。 对、 但这是龙奈的益彦西也有ű Web。 他们为了推翻, 而且, 他们在村民争的名带没寄进去, 他们为了逼迫一个 20名带。 我们为了借败在一起。 他们为了低迫的则。 胡岳坊 这位从遥远东方赶来的农业专家 正试图帮助当地农民走出困境 虽然对马达加斯加南部山区农业落后 早有耳闻 但眼前的现实依然令他吃惊 还适合原始生产 烤天吃花 他们对外边的信息不了解 就算我们的早叫水稻 他们也只是有部分农民 今省城的时候天宿而已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当地水稻母产不到200公斤 几百年来都没有什么变化 他们无法想象 居然还有一种水稻种子 可以让产量翻倍 轻松达到500公斤以上 一口流利的马达加斯加鱼 迅速拉近了胡岳坊和村民之间的距离 村民们慢慢开始相信 这位东方专家 也许真的能够创造奇迹 他们想实施 因为他们也想改变自己的面貌 想改变自己平均落后的环境 使自己收益得到提高 这位东方专家 经常人们终于 它以后那个山顶上都会开发出来的 开发成那个梯铁 根据当地的土壤 地形 气候等环境因素 胡岳坊因地制宜 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杂交水稻耕种方案 它送给当地人的这些小小的种子 为它们摆脱饥饿 带来了希望 位于塔纳纳利佛的中马杂交水稻开发示范中心 是中马两国一带一路的农业合作项目醒目标志 这些年来 胡岳坊带着中国的杂交水稻种子 一次次从这里出发 把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送往一个个村庄 二八年到我们骑摩托舟下去凋链 或者骑单车下面凋链 以至能够先晴天 要寒几的时候 雨季的时候当时我们要考察 它水有多大的梁 能覆盖多少面积也要去 那我们就做扭车 为什么呢 它那个楼就空空洼洼 比较泥泥了 它就是能够扭车去 因为扭车的轮子有这么大的轮子 要想扎交水稻的种子 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扎下根 人必须先扎下根 推广工作 其实更像一场漫长的游说 其中最大的障碍 来自语言的隔阂 首先来的时候 发音还发布黑菌 因为这个发音 整个人发音比他们发音是有区别的 还在情况来讲 它有分名称不同 它有头语 它发音也不相同 所以我们本质下 日记本都下这回本了 分了两年时间才把马鱼过头 从最初的听不懂不会说 到现在的侃侃而谈 在学习当地语言 乃至不同方言的过程中 胡岳坊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语言通了 交流顺畅了 杂交水稻的概念 也深入到当地人的意识中 出差语言通约 通过引进种植杂交水稻 油里不仅解决了生计问题 还有余力对未来进行规划布局 在建造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后 油里购买了更多的土地 扩大了水稻种植面积 通过中马一带一路合作 中国杂交水稻的种子飘扬过海 在马达加斯加落地发芽 土碎洋花 在马达加斯加两万阿里亚纸币上 印制的图案就是中国的杂交水稻 这是马达加斯加政府 对中国杂交水稻造福当地的最高评价 中国种子在异国他乡扎下根 借出雷雷硕果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也像一颗种子 十年耕耘 十年收获 一带一路上四地花开 一带一路 从物理空间到数字空间 从看得见的交易 到看不见的服务 他为全人类搭建了一个实现梦想的平台 他让一切新技术 新理念 新成果 在这里交流交融 碰撞出人类智慧之光 照亮着更远的远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